以换文的方式完成了签署 两岸银行保险证券期货 等三项金融监理合作了解备忘录 经管会主委陈冲 上午才向立法院裁委会报告完毕 晚间两岸就正式以户地方式完成签署 也就是说 台湾及大陆双方已经透过邮寄方式 来完成换文的过程 而MOU完成签署后 60天内就可以生效 经管会也将依行政程序 将三项MOU承报行政院 至于外界关心 MOU头衔有没有被矮化 对此两岸双方刻意避开政治性意涵 也就是说对岸不用中国 经管会的关钱也不加上行政院这三个字 若款的话我们这边我们是写台湾方面 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代表 陈冲 他们的话是写大陆方面 比如说以银行业来讲的话 就写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代表 MOU签署完成后 不止大陆的银行最快明年初 就可以来台深社分行 台湾的银行业者谁能优先进入中国市场 金管会表示目前没有名单但有标准 也要看看银行业者是否符合对岸的标准 才能登录 至于MOU是否送立法院查照 还要等后续行政立法两院协调 借银行 谢启文 台北报道